12日是第12届国际无库乘车日 成百上千的洛杉矶人只穿内裤乘坐地铁 其中以年轻人为主 让洛杉矶的公交线路上 闪现出一条靓丽的风景线 青年举办无库乘车日的地方 有纽约、芝加哥、旧金山、西雅图、伦敦、圣彼得堡、柏林、东京等20座城市 从12日下午1时起 参与无库日乘车的人群逐渐在洛杉矶市区的联合车站集结 有专门的队长带领大家参与活动 这些参与者的终极目标是好莱坞的星光大道 他们要不穿裤子在餐厅用餐 无库乘车日于2002年首创于纽约 发起人当时呼吁人们把什么都穿戴好 只是不穿裤子 第一届无库乘车日活动仅有7人参加 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国际性活动 乔报记者秋晨1月13日洛杉矶报道